网传宝定市区县大量大白隔离服等医疗废弃物的埋葬坑 这两天网上流传两端不同地点 一次发生医疗废物被随意丢弃的视频 一个视频称是宝定市中心 另一个称事发地是戈壁丹 期待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后进行通报 这篇文章从法律的层面探讨了一下 敦促涉事的地方单位核查 警示相关单位和个人认清法律后果 误从误侥幸触碰法网 三是提示百姓见到类似情况依法举报 法治社会人人有责 这段30秒的视频显示 地上到处都是白色的疑似医疗废物 有大白的隔离服 有核酸棒的袋子 还有许多盆撑满的黄色透明袋子 这些涉意的废弃物 葬坑外居民楼环绕 中间被高高耸起的铁皮革离开 另一段视频标注着戈壁探权室核酸管子 镜头有一个疑似有生化标识的箱子推开 被雪覆盖在地上 散落着许多疑似被丢弃的核酸管子 公路边停着一辆大卡车 这两段视频的真实性暂时不能核实 希望有关部门核查后公开通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